這個龍騎裡面僅存的兩個寶了 以後他們不做的話 大概就真的看不到了 八十五歲的阿嬤編織斗笠 熟快的看不見影子 這就是五十年的淬煉 台南龍騎區的阿嬤 都具備同一個技能 閉著眼睛也能做斗笠 你弄在那裡做什麼 我沒有 破了它還做的嗎 你自己一個人在家做 做無伴就是會找一個鄰居三四個人這樣子 大家一起可以聊聊天 一面做一面聊天這樣子 在五十年前做董立是家庭運動 空閒時間做一個算一個 勉強能貼補家用 現在變成鄉下地區的沙龍 黃麗翠跟余棉秀從國小就認識 兩人是好鄰居 也是工作上的好夥伴 到現在還會相約在樹蔭下做斗笠 邊動手邊動口 請問他做什麼 我這個國小我就都對 對人家在做 我就對人家說 這也不用人教我們師兄 在教教就他 把山上買來的竹子 剖成一半再一半 直到寬度只有0.5公分 再來要削薄 這正是黃麗翠阿嬤的獨門技術 一端用嘴巴咬著 另一頭用手夾著刀子 慢慢撕開再去皮 在剖那個竹滅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一種很高的技術 刀子的使用 還有你那個竹子是不是剖得很直 那個都關係到這個竹片做起來好不好 後果一樣不一樣這樣 你看這個沒有人就剖得起來 你看看 我剖得起來 你看看這個 有一點你看這個沒有 你看看 你如果沒有用水 我們這個它一直剖得 它會這樣人風人風 人風難做 你要把我們煮的鑊鑊鑊鑊 什麼 比較好 大大火火 水火火都可以煮 現在沒有人要買 現在沒有人要買 沒有人要煮 沒有人要煮 我們兩個在做裡 我們家 兩位阿嬤以前也都是做農出身 社會轉型 斗力需求量降低 現在有空就做給自己 或是附近民居 家庭裡面就比較不會 保存菜比較久了 你如果每天都鑊鑊鑊鑊 做工序 那進口貨相比 其實算多了 比較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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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它是模子做的嘛 它的速度很快 它一下子可以生產 同樣的樣式就比較多 但是塑膠有一個缺點 曬到太陽以後 那個升溫很快 所以戴在頭上就不舒服 進口的塑膠片 取代台灣傳統的竹片 價格便宜又撐得久 讓手工斗力市場 越來越小 就算下一代學成了 賺不到錢 還是只能往市區發展 它都適合這個 國小的時候 這個地方做而已 我們國中 我們台北上去 回家也不做了 他們努力一輩子 但是因為他們 他們覺得 他們能夠賺的錢有限 所以他們其實 不希望他們下一代 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很矛盾的心情 手指斗力過程繁雜 阿嬤體力也有限 現在一人一天做屋頂市集 相較於農業社會 現在賣斗力不是賣使用 而是傳承的責任 大家對這些匠人 他們的尊重 其實就把舞台做好 讓他們有發揮的這個角色 那我覺得這個傳承 自然會被我們新的一代發現 意識到這個不保存的話 可能以後真的就沒有了 學校也把這個竹子 這個手工藝 當成學校的本位課程 不只是這個斗力 還有其他的手工藝品 老一輩保留技術 新一代轉換角度 西洋產業也能拼出朝陽 我們在這裏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